他把松茸跟鹿茸菇拿回家去吃掉了 然后呢把这两包便宜的 八块钱两包的金针菇 他给我放在隔壁的冷柜里 他说就是给我保存 是这样的你明白吧 那我就心里不舒服了呀 你要保存一起给我保存 为什么要把鹿茸菇跟菌菇 那个叫那个松茸拿回家去吃掉 把那个金针菇留着是什么意思呢 镜头中的徐女士 就是本次事件的求助人 她有些气愤的告诉记者 自己驱逛市场的时候 不小心一是一袋77块钱的蘑菇 被一个摊主捡到以后 对方直接把最值钱的松茸和鹿茸菇拿回去吃掉 只剩下两袋八块钱的金针菇 这是怎么回事 事情真的如此吗 气愤的徐女士直接找到市场管理工作人员 要求调取当时的监控视频 从当时的公共视频可以看出 那天下午两点多 徐女士手里提了很多的袋子 和丈夫来到一家卖菜的摊位前 为了方便挑选蔬菜 徐女士把手上的袋子放到地上 选完蔬菜付钱后 就忘记被放在地上的那袋东西 转身离开 那有七袋八袋的 有十多袋了 那我掉下一袋 那我也正常的呀 对不对 你买这么多啊 我就一个礼拜就采购一次呀 我就买很多菜 然后那我就落在它那边了 据徐女士回忆 忘记拿的那袋东西 是价值77块钱的三种蘑菇 有8块钱的两袋金针菇 剩下都是松茸菇和鹿茸菇 这两种蘑菇就价值60多块钱 可能因为采购的东西实在太多 回到家的她也没有立刻意识到 自己买的蘑菇已经不见了 一直到第二天做饭的时候 才意识到自己的蘑菇丢了 当时已经晚上9点多 市场早已经关门 随后徐女士赶紧联系到 她买蘑菇的摊主 却没想到得到这样的回复 我说呢 今天早上那个 就是我邻居里 旁边那个邻居 那个那个胖女的 他来他说 这东西多少钱 你那东西多少钱 这股多少钱 那股多少钱 我说他干啥呢 他说有个人的东西 往他那了 他再不来那 我都拿回家吃掉 我看他说呢 好好家伙 我看他明天拿回家吃了 没有吃了 我都已经拿回来放在冰箱里 要是吃了都没办法了 一个星期采购一次的徐女士 不小心把蘑菇 落在一家卖菜的摊位前 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想起来 因为时间太晚 市场已经关门 徐女士只有蘑菇摊主的电话 急急忙忙联系她 蘑菇摊主说 确实有一个卖菜摊主 捡到了那袋蘑菇 但是蘑菇有可能已经被吃掉 这让徐女士有些气愤 顾客的东西 为什么不好好保存起来 去带回家吃掉 丢掉蘑菇的第三天 徐女士找到蘑菇摊主 得知那两种价格 最贵的蘑菇已经被吃掉了 最便宜的金针菇被放在冰柜里保存完好 听到这个消息 徐女士心里非常不舒服 她把松茸跟鹿茸菇 拿回家去吃掉了 然后呢 把这两包便宜的 八块钱两包的金针菇 她给我放在隔壁的冷柜里 她说就是给我保存 是这样的 你明白吧 那我就心里不舒服了呀 你要保存一起给我保存 为什么要把鹿茸菇跟菇菇 那个叫那个松茸 拿回家去吃掉 把那个金针菇菇留在是什么意思呢 气势汹汹的徐女士 带着记者找到卖菜摊主 想讨个说法 但对方直接扔出来两袋烂蘑菇 说蘑菇拿回去是拿回去了 但她没吃 这个蘑菇七年了 我说这个蘑菇 我问儿媳我吃没吃 儿媳我讲你 看看七年了不能吃了 我又给你带回来了 这个呢 这个也是他的 有少吗 分量上 这个都一不能过夜 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徐女士看着袋子里的烂蘑菇 表示不知道还是不是他的东西 但是他不能理解的是 卖菜摊主为什么不一起 把蘑菇放进冰柜里保存 偏偏留下金针菇 把桂蘑菇拿回他家里 人家没了解 我要不是给他 我要不是他了 我要给他吃了 我要不是 你把我给他换掉 然后给他吵压死了 你假如说你没办法保存 可以交给市场管理 保存一下对不对 或者是呢 菇菇既然在老板那边买 也可以放老板冰箱 也有冰箱的 那你为什么要拿回家去呢 你说是不是 这个东西你说不过去的呀 那都六七点钟了 我说谁 我说贵的东西丢都不可惜嘛 我给他冰箱呀 我说我还跟他说的 我说我捡到一包蘑菇 那金针菇为什么和他分开了 金针菇放在那里 那个冰 这个不能冰了 这个已经坏了 不能冰了 这个已经不能再冰了 面对徐女士的指责 卖菜摊主也非常生气 直接发了毒誓 被问及为什么要把这两种蘑菇和金针菇分开保存 卖菜摊主的解释是 当时就已经坏掉不能再冰 双方各执一词 记者和市场管理工作人员 只能再次查看 卖菜摊主捡到蘑菇的视频 画面中显示 在徐女士落下蘑菇后的一个小时候 卖菜摊主发现那袋蘑菇 并捡起来拿到自己的摊位上 可是这个画面并没有说明什么 关于这件事 市场管理方的王经理表示 卖菜摊主可能是好心捡起来 但没想到需要冷藏保存 只能说好心办了坏事 当时我们有一个商户呢 他错在哪里呢 他说这个东西扔掉太可惜了 他拿回去一部分给吃了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的 要是这样的话 我睡觉 我昨天处理的我告诉他 是这样的 我说你好心没办好事 那个东西烂掉了可能没事 但你吃了就不对 还有一个 你现在吃掉这个东西 吃多少能补回多少 他表示 如果商户吃掉顾客的蘑菇 那吃掉多少就补回来多少 并为双方提供了调解 至此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其实在这件事情中 徐女士不小心丢掉蘑菇 也怨不得别人 贪主好心捡起来帮忙保存是好心 但这不是他的义务 那么对于这件事 你有什么看法